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有人声称在将军路海面发现的一具浮屍案件 是与8月31号太子站的事件有关 其实之后警方已经初步证实了 亦都是透过不同的媒体报道过 这一宗案件其实是与9月6号的一宗失踪人口案件有关 而死者 而我们初步证实很有可能是一个自杀案件 而他的家人最后在9月6号在家里有见过他 那市民又怎样可以与8月31号的事件有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